好 法國的奢侈品品牌 愛瑪士在去年收穫率都是創高的 那麼公司說發給每一名員工 大概13萬多台幣 其實威良不只愛瑪士 包括LVMH 法拉利 也都繳出了相當亮麗的一個財報 對 剛剛講到了 其實這些就是所謂的奢侈品品牌 從這些品牌其實就能夠看出 現在全世界沒有不景氣 只有買不到會生氣的貴婦 基本上這就印證說 事實上整個現在全球的消費結構 在金字塔頂端這一塊來說 的確就是不會受到什麼升息 或者說經濟軟著陸 硬著陸的影響 反而越賣越好 其實以精品業來講 這個當然馬首是瞻就是愛瑪士 去年營收獲利以及股價都改寫新高 這非常強 因為去年大家也知道 明明全球股市是跌的東倒西歪 大空投來臨 可是精品業者的股價都很強勁 其中愛瑪士就是持續 從去年漲到今年到目前 都還在上漲當中 那我們觀察就是說 他在去年幾個重要的市場的變化 其中因為在九月份的時候 在美國紐約的麥迪遜廣場 他開了一個新的門市 帶動整個美國現在市場的銷售 也非常的好 這當然也跟了整個疫情之後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的報復性消費的動能 就會反映在這些精品業的上面 所以美國地區在去年的營收 是攀升了46% 這數字非常的搶眼 歐洲地區向來也就是精品業的重心 也成長了21.5% 至於說亞太不含日本的地區 銷售量也成長了三成以上 當然我們可以知道 亞太市場當然重中之重 就是大陸 明明大陸其實去年也是 這個利空消息不絕於了 封城 然後經濟下滑 可是在大陸對於精品業的需求來講 其實是不算影響 因為並不是說封城也要 設法衝出去買 不是 因為在線上的銷售 其實還是很熱弱的 所以大家對於這種精品業的 趨之落伍 你可以反映在就是說 你就算沒有看到實體的薄金包 沒有摸到它 網路上看了你都願意下訂單 其實這個就知道就是說 去年的買氣是不斷的 整體在它的一個 銷售策略上面來講的話 今年預計就是會漲 大概平均5到10% 這個其實已經算客氣了 因為對照同業像LV 在過去兩年2021 2022年 這兩年期間LV就漲了6次 而且這個漲幅甚至是高達2成以上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全球現在精品業透過就是 不管是說 少量多樣化的產品銷售策略 甚至有時候部分的產品 帶有這種精緻限量的飢餓行銷 他越想買 越漲價越想買 現在也一直漲價 說實在的這個漲一層兩層 對於貴婦口袋裡的荷包來講 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是你如果能夠買到這些 更匹配自己的身分地位 或品位的這些精品 其實當然這個帶出去 不管是面子裡子都有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像精品的這個包包 或者說一些配件 甚至就是說少部分來講的話 他不但可以保值 你知道二手市場上 可能還能夠有增值的 價差空間 對 當然貴婦不會像我這麼俗氣 看到增值就想要賣 基本上那個都是收藏 那我們再來進一步來看 就是剛才也提到LV LV集團其實底下除了就是說 包含像精品的皮件之外 也有像這個名酒 或是說名錶 香水之類的 LV的股價從去年的低點以來 到目前為止 大概也漲幅超過五成 也是非常亮眼 這個就反映出 其實西拿大的業績跟股價 真的都很強 算是有獨到的一個利績 另外來看的話 在整個法拉利的股價來看的話 也大漲了48%以上 當然目前來看的話 他也是在這一波反映出就是說 全球大家擔心不景氣 或說晶片缺貨 不過看起來 對於法拉利去年的一個 汽車銷售來講的話 還是屢創家機的 再來我們看到右邊這個是 立豐集團 底下也有包含像萬國表 或是說萬寶龍等等 很多的一個著名品牌 都是他們旗下的 但在全球來講的話 是僅次於LV的第二大的奢侈品集團 那我們看到這麼多的公司 業績也好 然後股價也強 相對來說 如果要想台股有沒有一些 相關概念股 可能比較少 沒關係 我們不如不要買分身 買本尊 像精品相關的基金嗎 對 透過共同基金 因為看到一些全世界的一些 這種大漲的股票 有時候大家這個可能很想要 直接去參與 可是可能比較不方便 透過像富偉多的管道之類的 不妨就是去找尋 相關的精品基金 其實這些精品基金 也都非常容易投資 績效好不好 其實就不錯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以過去這一個月來講的話 漲幅超過二位數的不在少數 包含像發發消費創新股票基金 過去一個月就漲幅高達將近19%了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LVMH 這個集團就是它核心的持股之一 當然這裡面包含像阿瑪遜特斯 一些科技股 它其實也有策略 還有像民生消費的星巴克 這個其實都是跟消費有關的 另外像第二名的 核保環球消費趨勢基金 過去一個月漲幅也畢竟15% 這邊來講的話 它其實除了LV基本上都是 大家在奢侈品必買的標的之外 也有一些就是跟民生消費 有關的一些量販 或者說像運動休閒相關的 這個也是全球目前運動品牌股票 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包含後面還有像富達的消費基金 百達品牌基金等等 這個就是有剛剛你提到的艾瑪茨 還有一些飯店股 對 萬豪 希爾頓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相關的股票 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觀察過去這一年以來的走勢 基本上都是呈現一個大多頭的格局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在個股的掌握上 比較覺得說難判斷哪一個時間點 好切入的話 因為怕它漲高的話 我覺得透過像買基金的方式 因為可以一籃子去參與這些標的 那其實基金也會適時的幫我們去做 這個低買高賣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相關的精品基金 在今年來講的話 應該還有機會持續擊敗不景氣 持續攪出獲利加績 跟股價強勢的格局 好 剛剛兩代我們看到 是這些精品跟奢侈品的品牌 就算漲價 那麼消費者還是願意買單 也帶動了這個股價的一個上漲 同樣是有漲價題材的 還包括了有面板股 面板股接下來這個需求到底如何呢 是不是真的已經從股底翻身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